過年吃了這麼多雞鵝鴨 今天轉口味做清爽吸油的五花肉炒煙筍 每一口都嫩滑爽口 重點是這個筍不用浸、不用燜 做法非常簡單 小朋友超喜歡吃 今天這款煙筍是用井江山泉水煮熟 用文火烘焙 配料表只有筍尖和山泉水 什麼添加都沒有,四身就安心很多 竹筍營養豐富,富含粗纖維 清炒涼拌都很好吃 不需要提前怕法 上面都沒有泥沙 用水清洗一次就可以 煙筍看起來深色一點 自帶柴火味 和烤筍四身一樣嫩滑爽口 做法很簡單 先將切薄五花肉爆香 因為竹筍比較吸油 和五花肉一起炒就特別好吃 炒到會甘甘的微焦出油的狀態 這時候再加蒜末炒出香味 調味加少許鹽糖、山抽 再輕輕兜兜五花肉就會上色 炒到甘甘黃黃看起來有食肉很多 再將竹筍全部倒進去 開大火不斷拋它 煙筍本身熟 所以不用繞太久 再加蒜苗燈龍椒粒撞下吃 倒些生粉水炒到羞汁就大功告成 看起來就像炒粉 但比炒粉好吃很多 每口都吃到竹筍清香 吃起來又不會有苦澀味 重點是這個筍夠嫩滑 一點渣都沒有 想起小時候吃竹筍又老又硬 真是有童年陰影 口味比較輕 喜歡爽滑的口感 再試試煙筍 炒豬肉、炒鴨都很棒 保證吃過翻層味 一家大小都喜歡 我是笑咪爸爸 記得準時吃飯 點個讚 Enough ugh